是的主播 日本政府在今天13号上午召开会议 正式排版定案将在今年春天到夏天之际 开始将在2011年311地震遭受海啸侵袭的福岛第一核电厂的核废水排入大海 那根据了解东京电力公司从去年8月开始 新建排放核废水所需的海底隧道等设备的工程 预计最快将在春天完工 如果因为天候状况不佳而无法按照计划完成新建的话 则会延后到夏天再开始排放核废水 那根据路透社报道 这些核废水目前被储存在巨大废水槽中 足以填满500座奥运规格的游泳池 不过当相关计划一公布后就引起全国渔民的反对浪潮 对此日本政府也拟定了因应核废水排放的后续措施 编列了500亿日元 大约新台币117.7亿元的预算 在渔民受到影响时支援开拓渔场相关经费和兰费的费用 以上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Ghostblog Ghostblog Ghostblog